中医师吴明珠拿出市售的黑胡椒 用手转动平身 因为有副刀片 想吃多少就磨多少 或者是直接买还没研磨过的白胡椒 来煮胡椒猪肚汤 这两种方法 都是避免吃到佳料苏丹红的小屁股 药膳里面会用到 我们所谓的胡椒 黑胡椒啊白胡椒啊这些的 所以在我们一般的生药房里面 他就会卖的这个东西 温中啦又可以顾味 所以基本上我用的 那个买的就会有一些都是整理的 茶草中医药点 还真的找得到胡椒这一味 果实暗绿色时晒干为黑胡椒 果实变红时晒干就是白胡椒 温中止痛下气消痰 胃口不好的时候 可以在食材中添加胡椒增进食欲 就怕在市面上 买到添加苏丹红的胡椒粉 又能选择到中药行 购买原力研磨的成品比较安心 专家建议消费者 尽量选用原力研磨的产品 因为原料精纯 味道比较呛鼻 而且要挑包装完整 产品资讯也要清楚的商品 不知名的厂牌分装 很可能有添加色素保存剂等 不止色泽较新艳 味道也没有原力研磨那么呛 很多人吃牛排都会想要加胡椒粉 但是要注意踩雷了 最好是使用这一种原力研磨的黑胡椒 比较不会吃到加工品 苏丹红风波短期间停不了 想要吃的安心 消费者得多用点心 明镜新闻黄云伦沈建宏 台北报道